大陆官方推出福建两岸融合示范区后将近一个多月 第一场大型活动办在福建张平 主题是农业交流大会 那么在这场活动当中 官方宣称现场是来了超过200位 台湾的农业专家还有乡镇农会代表 第一届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大会 大陆锁定邀请台湾农民有关县市及乡镇农会代表参加 大陆海协会会长张志军致辞时 先列举两岸农民合作成果 张志军评论两岸农业交流是互利 向更多台湾农业专家招手 对于大陆举办两岸农业交流大会 陆委会日前回应 从陆方公布的议程 还有召开会议的目的来看 无论对台湾的农民也好 台湾投资者也好 目前看不出有什么实质好处 你站的角度不一样 看的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实质的东西 刚开始好的在后面了 基层的农友来讲 这边商机无限啊 农民要的是什么 收入 要的是他的活路 你两岸已经是打劫在那边的话 伤害的是农民 不会是官方 同样农业交流 台东县长饶庆林近日率团到北京参访 23号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 由于在2021年9月 大陆宣称在台湾凤梨世家检查出有害生物后 就全面禁止台湾凤梨世家等农产品进口 饶庆林这次到北京 是要再次确认台湾凤梨世家整改报告是否能落实 希望能让高品质的凤梨世家 在12月顺利输往大陆 TVBS新闻程序林敏珍福建北京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